今天介紹什麼呢? 我們介紹餃子 這是我的童年陰影 我近幾年認識我的朋友 就知道我很少吃餃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吃餃子大的 正所謂我媽的日 一個星期起碼包 五、六、七次的餃子 你想想 是不是對餃子有恐懼感 但是這款 今天吸引到我吃 為什麼呢? 因為聽聞他們說很好吃 所以今天我就煮來吃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會煮餃子 煮餃子其實很簡單 水滾放進去 吃幾粒 花姐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三粒吃得 這裡有二、四、六、八、十十粒 十三粒 十三粒再吃 水滾之後放進去 記住千萬不要黏底 哪會是熟的 我即時告訴我 大家好 當 放水滾到... 沒有… 披水滾… 披過 它射了 現在就是水滾了 是不可以的 大家就要放一些水下去 再蓋上面 這樣還會這塊 就放液 又等至其滾 鱼豉仔要做多少次 最少2次 待會再開 讓大家看看如何熟 待會見 開來看看熟味 大家看到 很明顯是未熟的 怎樣看它呢 這些皮還是呈現白色 味道是透明的 有些就像這些一樣 一半生熟的狀態 再加多次水 冬滾水 再蓋蓋 等多它一會再 再滾起 我估計已經可以了 可以關小一點火 剛才已經關小了一點 等它滾起再煮一會 皮呈現透明就可以了 待會見 可以了嗎 大家看看它已經漲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先關火 這樣就可以試味了 這樣 先放一粒 應該是很熱的時候 我們家人 其實會喝這個 這個叫 煮水 水的湯 我們叫湯 但是呢 是一層麵粉水 但是我們會喝起來 很有趣的 但是我們家人很喜歡喝 會沒有味 一層麵粉味 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嘗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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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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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泡过 好像要煮汤的饺子 刚才用的方法 煮完还是很完整 没有烂 一切是要 一滚加水 再滚再加水 至少两次 出炸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介绍的台湾手工饺子